28歲了 生日的願望其實很平淡 我覺得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就OK 沒有一個很大的目標 或者沒有一個很大的願望 但都希望身邊的人開開心心已經很重要 我覺得萬事如意已經是一個很難達成的東西 所以盡量 是呀 但好幸好我去了旅行的 不是在香港 但其實都見到香港 都比較 很多年來沒見過這樣的情況 都希望現在好像慢慢變回正常都很開心 但我又自己覺得在這個旅行當中 其實我都領悟了很多東西 或者是放下了很多壓力 因為之前做演唱會 有很多積作的辛苦在這裏 去完之後回來 我立即訊息阿瑜 我說 我想好下年我要做些什麼歌 我計劃好了 然後就告訴她 希望下年可以實行到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去了幾天 去了日本 去了六天 左右 你去幾乎 放假 還是去購物 還是去購物 我有去 除了購物 我也有去這個富士急 就是去玩過山車 因為已經 之前很想去 但是 終於有機會去 所以就 放鬆了一下 你有沒有吃肥了 你看我有沒有肥 我已經很盡力地吃肥自己 因為前一陣子真的不停減肥 如果不是的話 那件 穿洞的衣服 真的會很噁心 我覺得如果不減肥的話 所以是 就是 盡全力地去 令到自己身形好一點 那你現在代表什麼 身形 身形 現在主義放棄的狀態 所以就 哈哈哈哈 不是 就是放肆地去吃東西 就是已經要 我又要養肥 肥自己 因為之前是 本身以為我 我瘦一點會好看一點 但原來不是 我要 肥一點 又要 所以又要增肥 在日本有沒有被人認出 都有的 都有少少 有很多香港人 都在那裡都會認到的 就是很多粉絲都找你 selfie 都有拍的 有拍的 是 那今年又開了show 有什麼成績 很滿意 是不是 今年真的突然開始了 成績已經很滿意的了 其實 因為剛好這個show 在8月30日 又在我生日之前 一個星期 所以其實已經是 對於我來說是 這一年 我覺得28歲最好的生日禮物 所以 都很開心 那天 有這麼多unicorns 跟我一起 經歷這件事 還有去到今天 又有很多unicorns 在現場 跟我一起去 度過這個生日 雖然已經過了 一個禮拜 叫做剩下生日 但是我都很開心 可以見到大家 我媽媽 她說我做得很好 因為我媽媽很少看我做表演的 她基本上是透過網上去看片 去看我做事的 就是 就算我以前說 想參加全民造星 她都不知道我 是有這個夢想 就是想表演的 所以她知道了之後 其實她都很呆 就是 我兒子突然喜歡這些 所以她都需要 一些時間去接受 去到 真的去到現在 又有些成績 可以給她看到的時候 她都很開心 可以達成自己的夢想 還有可以慢慢 就是有些 有些 起色 在事業上 那天你也有看 你也有看 Edan 是 那 你也有看 是 我有看她 是 好多謝她 因為我唱過這首歌 其實 在認識她之前 其實我已經知道這首歌 聽完這首歌之後 就透過Edan認識了她 其實我自己都是一個 小粉絲來的 我很喜歡這首歌 所以一直都很想 在演唱會做這首歌 那當我真的練習 去做這首歌的時候 才發現 哇 她們兩個真的很厲害 因為這首歌不是那麼簡單 真的要很 給力才可以唱到這首歌 所以是 我自己會更加崇拜了這個人 我覺得這個人要 多些學習她 我不敢跟她說合作 哈哈 其實 其實我跟她 都有 私下都有一些交流 她都會跟我分享一些東西 然後也有說 我也有跟她說 我很不知首地跟她說 如果你有什麼好歌 你都可以 嘗試給我的 哈哈 所以都有 勞勞她給我一些歌 大家期待一下 可能有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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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如果有時間 都想過去捧她們場 是 我們來 12個團中 其實 對上一次團中已經是 真的 調教你MIRROR 都是幾年前 所以其實我們12個團中 其實是很 在一起的時間 不是很多 或者是 在一起去旅行的時間 都不是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次 是一個很好的旅行 還有都可以 拿這個公費去旅行 所以 大家12個一起 都幾轟動一下 其實 既然有很多 在照片 飛過去 可能 我想澳洲 好一點 澳洲 始終都遠 我想大家都 我也不知道 但是 我覺得最重要 享受 和十一個兄弟 一起的時間 是最重要的 既然有些很低色的 就是入味 食蟲那些 我想 不同班底 應該不同的 這次是不同班底 據我所知 所以應該是 不會玩到那些 很激的遊戲 但我 好像有聽說 會玩一些 澳洲才有得玩的東西 有些比較刺激的 刺激的東西 我什麼都想玩的 放馬過來就行了 那誰想自肥去的地方 自肥想去的地方 我想去看樹熊 還有看袋鼠 我沒有見過 沒有親眼見過 很想去見識一下 然後想說 和誰同房 我知道Anson Lo選了我 我會選你 Anson Lo I love you 如果不分地 和他同房 最不正的 你會交什麼 雷雀安 哈哈 是不是還要幫他清潔 那些廁所 不是很害怕 真的很害怕 大哥 我不想去到澳洲 我也要幫他通渠 大哥 哈哈 哈哈 他塞了什麼下去 究竟是 在他吃了什麼下去 應該是問他 如果真的和他同房 有沒有之前 要不要吃少些 給他吃的 不會 我只是說一下 其實和他同房都很開心 因為他都是開心的 其實就算大家同房 都會不停去其他房 大家一起玩 所以其實那個同房 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會有什麼事 會突然隔開 對啊 他壓著在那裡隔開 壓著可以的 應該 就是沉浸式的 同房都不怕的 是不是 那些味道都出來了 我想 我會馬上叫人 我會先拉著行李走 拜拜 會不會有些頑固的兄弟 在你不吵架 走進來 可能出去 我想大家不會去到 這些那麼小 小學生會玩的東西 應該不會的 大家都是成年人來的 是不是 那我就要脫下他們的褲子了 那我就要脫下他們的褲子了 哈哈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